歡迎回來 財經大白化肺炎的疫情 雖然對於傳統的內需型產業 造成了不小的影響 不過總體來看 本來應該是在淡季的電商 通常這個2月份是電商的淡季 但是他們卻都有 將近27%到55%不等的成長幅度 現在這個淡季 不但反而變成了一個旺季 是不是就是拜這個宅經濟 宅在家之次 對 我們剛才在空檔之前 還跟宅宣在聊說 最近大家都要上網去訂東西 但是上網訂東西的時候 來的時間都相當相當的晚 所以還不如說你去實體商店買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還是不敢去實體商店 買了很多 寧可等 所以還是要等 所以當然對誰會好 當然對電商業者好 你可以看到包括說像富邦美 你看他2月的營收是49.5億 年增是39.9% 包括PC Home 你看 年增是27% 生活市集年增55% 松果購物的話年增143% 因為他機器比較小 成長幅度相當相當的大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以這幾家公司來說 因為富邦美他剛好有上市上櫃 所以如果你去看 他這一波股價是這樣 衝到381塊之後 回檔目前在330幾塊左右 你看整個格局 相對台股很多破底 他其實是相當相當巧 所以顯見 這一波的逆勢的業績成長之下 對這些電商業者來說的話 一定是比較好的狀況 尤其是說你看 電商業者我們以富邦美來說 他這幾年也順勢在這邊 投資了非常多的倉儲的數量 你看從2017年的7個 到2019年的話已經有22個 所以他又告訴我們什麼 你看從他這個數據裡面 告訴我們有幾個 大家值得留意 第一個 電商不用講 他業績一定要往上衝 我們預計3月也會非常好 4月大概也會非常好 5月可能如果疫情有過了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會非常好 因為我就講 人就是一個習慣養成 你只要習慣 習慣是3 4個月就變成習慣了 你只要3 4個月就好 然後你就下單 第一次不會用 第二次就熟了 對 而且很多阿公阿嬤 他們就說以前都不會用 現在像我有一個 算是我的叔叔輩的人 他就說他以前都自己去買衛生紙 現在我利利的 他還會送來我們家 很方便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或許在這個過程中間 會改變人類的這個使用習慣 所以我覺得電商 尤其是電商跟相關的通路 甚至是電商的這個倉儲業者 我覺得未來可能都值得大家 留意跟觀察 從這一次看出來的一些新投資趨勢 對 我們看到新投資趨勢 主要是因為這個疫情 造成這個景氣的急凍 所以大家就轉往這個電商來消費 雖然說這個台灣面臨到 這個GDP的保二危機 不過這個國發會的主委卻說 很有可能就是用這個內需宅經濟 有望可以撐起我們的內需動能 到底有沒有這麼樂觀 我們來請教一下三位來賓 舉圈插牌 如果內需可以撐起 這個宅經濟可以撐起 我們的內需動能的話 舉圈 當然是沒辦法 沒辦法 三位都許插插 我們先來問Tony好了 Tony 你這個第一線 這個數位方面的觀察是 講到GDP的話 我覺得主要還是看 一個固定投資 目前來看的話 有辦法固定投資 加上我們的GDP裡面有 大概三成是來自於製造服務業 那也就是說現在服務業 其實主要一個受創的一個狀況 比如說飯店收起來 服務人員解雇 所以這個其實是造成這個GDP 對 你能不能保二的 但相對來看就是說 目前這些載經濟 像電商 物流當然會好 但我想這個 能夠去取代固定投資 跟服務業這個缺口 我覺得還是相當有限 可能就是說 因為台灣量體是比較小的 但是如果你看美國的話 反而是在某些新興的產業 比如像以電商來看的話 它可能就有可能去 彌補掉它的一個 因為疫情所造成一些損失 所以你覺得可能電商 算是一支獨秀 還沒有辦法撐起來 這一個缺損的部分 阿哥麗覺得呢 我這個是從實際的觀察 來跟大家分享 比方說我跟女朋友約會的時候 之前可能疫情 沒有疫情的時候 你會去電影院 然後你會去購物 現在就是關在家裡 大家談情說話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看這個 一來一往之間差異多大 比方說你去看電影 一張票假設在台北 如果300 兩個人要花掉600 現在兩個人宅在家裡 去租iTunes 去看一部電影的話 那可能只花80塊錢 所以這個一來一往之間 雖然宅經濟是有成長沒有錯 但是對於這個實體的衰退 我覺得這個金錢 你衡量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說 要靠宅經濟來保二 這件事情我覺得 其實這樣才困難 士聰哥呢 對 沒錯 事實上兩位都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現在首當其衷 包括說像觀光 旅遊 甚至是餐廳還有飯店 我們跟他最近 耳熟能詳的米其林一星的 大三元都要暫停 你就可想而知 其實像米其林自備的這種餐廳 但平時都是非常多人訂的 對 還有排隊 最近如果你可以發現到最近 如果你真的要吃米其林餐廳 我們當然是說 要在安全的範圍之下 你出去吃 你就發現到位置都非常好訂 以前非常你可能去 譬如說要吃的麻辣火鍋 很多名店 現在都變得非常好訂 所以可見得到 那些才是台灣真正 GDP的大宗所在 台灣真正的GDP比較重的 我們還是以內需產業為主 雖然說外銷是很重要沒有錯 但是內需是養活了更多人口 尤其是最近整個無薪價人數 也開始在增加 這些都會衝擊到整個經濟 剛才阿格利講得非常對 除了是說你出去約會 你可能除了看電影吃飯之外 你還要出國去玩 這些都沒了 這些完全都沒了 所以我才說 這個對經濟的影響很大 而且你可能 因為原本可能出去的時候 搞不好還會去買棟房子 買個車子 現在這些商品都沒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其實你很難說 宅經濟的確是會一直獨秀 但是你很難用這個去保二 我覺得這個難度上面 是有非常大的困難 所以這個保二恐怕有難度了 但現在這個經濟結構上 出現了實質的轉變 我們就請教一下 這個三位來賓 你們認為說 這一波新的經濟革命 我們可以留意哪些類股或是產業 先請教阿格利 我建議大家 就是剛剛其實都兩位來賓 都有講到 現在我覺得物流業 是大家要值得去留意 大家要講電商 電商 可是我覺得電商投資 終究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電商業者的數量 其實比物流業者的數量 是比較多的 所以你在投資上 你不能只看趨勢 你要去留意說你標的的挑選 對你來說你的容易度在哪裡 我幫大家整理了兩檔股票 分別是嘉里大龍 還有宅配通 宅配通我們可以知道說 宅配通其實它最大的股東之一 其實就是MOMO 剛剛施聰規有提到 MOMO購物其實今年2月的營收 前兩個月就創下歷史新高 這麼好的一個成績 所以物流業者 想必也是相當不錯 例如手版上我幫大家整理 這兩家公司 其實在前兩個月的營收 同樣都創下歷史新高 這樣的一個位階 而且你看到宅配通 在去年的表現 其實是相當好的 宅配通在過去的EPS 大概只有 2018年大概只有0.7塊 去年已經到了1.69 年增率是100多% 加里大龍也有EPS 將近3塊這樣的表現 而且這兩家公司 填息的速度非常快 現在股市狀況 其實還是比較不明朗 股市裡面有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好 就是漲時你要重視 多投行情的時候 看誰的股價漲得比較強 可是跌時要重視 重視就是在現在利率這麼低 大家都在降息的情況之下 殖利率跟能不能填息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這兩家公司的殖利率 都有4%以上 那你對比現在定存 已經不到1%了 所以物流它既有題材 而且它基本面又強 再來大家別忘了 最近的油價不是在下跌 去年這個時候955千 一公升是28塊 現在只在20 現在只在20 所以油價的 他們用油的成本少了三成 大家知道說物流業者 最花錢的是什麼 一來就是人力 四季的薪資 二來就是你的燃料 所以在宅經濟好的狀況之下 再加上現在他們成本往下跌 這些都是很客觀 你身為散戶 你也會知道說 他們確實是受惠於營收 成本又下降的情況下 我覺得第二季的狀況 會相當不錯 再來我們從股票的技術面上來看 這邊是先跟大家分享 家裡大龍的一個狀況 這張圖是本益比核流圖 之前我在節目上 核泰車快六七百的時候 也跟大家說本益比核流圖實在太高 超過常態的本益比 現在家裡大龍的本益比 大概只剩不到12倍左右 在過去三年的相對一個 很低點的狀況 另外像宅配通 其實也是類似的縣土的走勢 過去它的本益比 都大概20倍以上 現在只在大概將近16倍左右 所以現在是一個 在技術面上相對的低點 而且基本面又不錯的狀況下 我覺得滿值得大家去留意 好 同樣問題我們來問一下彤寧哥 好 我們剛剛提到 有些新音器音樂產生的產業 我這邊是整理了幾個 剛剛提到的物流 所以可以觀察一下 就是汽機車 而且是商用車 然後機車的部分 主要是在於我們像外送的這些 熊貓 或者是Uber 這些摩托車的購買 其實在二月份 其實掛牌是上升很多的 然後到目前為止 三月份其實也是持續 銷售量是不錯的 還有就是共享機車 這個因為成本很低 所以其實很多接 半路去接單的 其實這個部分是可以關注一下 很多人也不敢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 沒錯 另外一個其實剛提到的 就是因為大家筆電 因為在家工作 所以需要筆電 所以這裡面的一些元件 倒是可以注意 像半導體 記憶體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筆電 像我剛才有轉軸 Hinch這個Panel 這個其實都是 在過去可能它不是那麼強勢 但是現在可能會反彈回來 可以關注的 最後一個其實大家是比較 不太會去關注的是 雲端的概念的部分 你看到像臉書這麼多的員工 要連進伺服器裡面 這個雲端伺服器 其實相當的重要 包含大數據的運算 還有這個最後一個是物聯網 這個像用嘴巴 用手就可以購買了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三個產業 我想是未來在這個疫情 還沒看不到谷底的時候 其實大家可以關注的 好 最後來問世聰哥 對 事實上剛才兩位都提到 類似的這個想法 我覺得以台北股市的一面來講的話 當然伺服器是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剛才曾經講到就是 Netflix它現在整個網路的速度 變得比較慢 當然這有很多原因 一個是可能 因為上網人數太多 另外一個就是 可能它本身的伺服器的 建置量也不夠那麼多 譬如說像我們剛才講到Zoom Zoom它在成立一開始的時候 它就在很多 它認為很重要的大都市裡面 去狂建伺服器 或增加那邊的網速 所以你在用Zoom的時候 你會覺得 怎麼在某些商務用途的 這個城市裡面 它的速度會相對比較快 其實他都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我認為在未來一段時間 既然大家都要上網的話 要嘛就是網路叫寬頻 要更寬 空頻更寬的話 那就是5G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伺服器要建得更多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可能就是 未來非常重要的兩個指標 當然以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台灣有非常完整的 伺服器產業鏈 從這個伺服器的整機 譬如說包括像圍影 這個它就會做伺服器 包括說像PCB 像金像電 漢語博德等等 他們都會做PCB 甚至是伺服器相關的晶片 信滑 台灣也有 甚至在比較上端的 包括說部分的零組件 台灣全部都有 光通訊 台灣都有 另外5G方面也是一樣 台灣可以做的 包括基地台 包括說像5G相關使用的 這個通報